肺炎链球菌一般来说都是顾名思义肺炎链球菌所导致的 一般来说病征主要根据不同的器官感染的情况发生 一般来说肺炎链球菌最常见的感染是包括中热炎、肺炎 另外病人可能有机会有脑膜炎的情况 甚至有严重的细菌入血 如果出现肺炎链球菌感染中二的时间 很多时候病人都会发觉有耳朵痛甚至有发烧 耳朵有些分泌物出现 另外大家最关注的肺炎链球菌肺炎的情况 病人很多时候也会有发烧 另外就会有咳嗽、气速、很多痰 时间发生到这些严重的情况 刚才说过了另外可能有脑膜炎 病人可能会发烧 也会头痛、呃吐等等 另外如果细菌入血的时间 可能导致血的下降 病人有机会休克的 有时会暈倒或者影响其他关节的位置疼痛 一般来说肺炎链球菌是经由病人的飞沫传播的 因为很多时候就算健康的人士 上呼吸道或者鼻咽的位置附近 很多时候都会存在肺炎链球菌 健康人士未必有发病的迹象 但是如果当人的免疫力下降的时间 或者有一些长者、幼童 他们一般来说就可能有机会有发病情况 就会出现刚才所说中医炎、肺炎等等的情况 另外当然如果直接接触这些病 也有机会感染到这些细菌 肺炎链球菌的感染一般来说都会潜伏一至三日 很多时候有什么高危的病人要注意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朋友、幼童 另外就是一些年纪大长者 免疫力系统差一点的时间 另外就是其他病因令到免疫力下降 包括一些免疫力受损的病人 做过疲状手术的病人 或者自身免疫力失调的病人 或者是一些癌症的病人 经过一些化疗的时间 发血球低些 他们都会属于一个高危的组别 就是会感染肺炎链球菌 一般来说肺炎链球菌 都可以医生处方一些抗生素帮助来的 但是因为鉴于现在目前的 很多抗弱性病菌存在 有时医生处方抗生素 都会有一个处理的困难 所以最重要是预防肺炎链球菌的感染 就是普洛市民大众 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常听见 有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接种 很多时候新生的婴儿 其实都已经是经由香港政府 核下的免疫接种计划 他们已经可以接种肺炎链球菌的方法 另外如果一些长者 例如超过65岁的年纪大的市民 现在政府都有一个防疫注射计划 多时基层医生、家庭医生 都有一个资助 帮他们可以帮高危的长者 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 当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 都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和环境卫生 最重要是注意双手的清洁 例如清洁双手洗的时间 最好用减液去洗超过20秒的时间 另外如果接触到一些公共场所的设施 很多普洛市民接触到的地方 如果你未必即时洗到手的时间 你也可以使用一些酒精触手液帮你 可能大约70%至80% 有酒精浓度的触手液都帮到 同一个效果的洗手 另外如果市民有感染的症状 最好自己都戴上口罩 保障身边其他市民 到咳嗽的时间 尽量掩蓋口鼻 咳嗽完的时间 之后也要清洁双手 除了注意个人卫生之外 另外也要留意环境卫生 一般来说如果家居的普通清洁 可以用1比99 稀色漂白水的溶液去清洁普通家居表面 等表面干了15至30分钟之后 用一些清洗抹饭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受到污染的地方 例如有病人的嘔吐物 或者咳嗽痰 尸污的地方需要浓度高一点的清洁 就是1比49的稀色漂白水去清洁 同样也是等15至30分钟之后 用一些清水毛巾抹 就可以了 另外最要注意的是 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有时空气差 会影响到环境卫生 要保持空气流动 以及病人 也要同时注意到 不要去多人的地方 也有效可以控制到 脸球菌的传播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 记住下载Doctor App 留意最新健康资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